潛水員入夜之後持續搜救 不放棄希望 而在事故地點的20公里之外 已經被武警層層封鎖 這邊在距離江邊 也就是事故現場 還有好幾公里外 是已經被大批的武警 是層層的進駐來進行封鎖 現場除了這個 施救人員 救護人員 可以進出之外 所有寫達人等包括媒體 都必須在這條封鎖線外 各方救援人員和設備 陸續抵達 郵輪的圖紙也送到現場 協助搜救工作 希望還能繼續救出生還者 通過畫面可以看出 所有人抬著單架 是把它轉移上碼頭 緊接著送往醫院 這名富人是第一個 被潛水員從船艙救出的生還者 待在船裡15個小時 她的狀況很好 還連身不斷地向救難人員道謝 因為整個船是 親父過來是抵朝天的 所以我們生怕裡頭的氧氣 會越來越少 但是現在看來整個的 全方位立體性的救援 還是起到作用了 這艘郵輪載有456人 在6月1號晚上9點半左右 行經長江中游 湖北監力水域時 突然遇到12級以上的龍捲風翻覆 400多人生死未捕 家屬交集不已 沉船的消息傳出以後 信訪辦馬上擠滿了近百位 交集的家屬 不過他們已經乾等了好幾個小時 依然不得其門而入 也沒有任何一位官員告訴他們 現在自己的親人是不是在這個船上 沒有 我們名單上也沒看到 我父親的名字特別著急 因為我不知道我父親到底是怎麼樣 從早上8點鐘出電視裡知道新聞 我們自己趕過來 沒有一個人通知我們 我們趕到這裡 就一直讓我們等等等 一直到現在沒有 什麼都沒有 你們是哪個家人 我們家裡有五個人 家屬情緒失控和現場公安爆發口角 由於船上大部分都是由上海協和旅行社 和其他合作旅行社共同組的引法團 事發之後也有不少家屬 跑到協和旅行社詢問 不過旅行社大門緊閉貼出告示顯示 負責人已經趕往出事地點處理後續 獲救的船長和輪機長都遭到警方扣留 查明事發原因 記者綜合報導